城市里的儿童接二连三的失踪 据说坏人趁孩子独自一人时迷晕拐走 这些被拐来的孩子们被送上破船运往国外 正当警察对案件毫无头绪时 接到富豪一家的报案 宣称自今女儿不见了 警察来到富豪家中想要了解情况 怎料女孩妈妈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劫匪打来向他们索要十亿含冤 否则就让他们再也见不到女孩 女孩妈妈崩溃的大哭起来 刑警队长老崔找到警察真记 女人擅长声音模仿 可以代替受害者家属和绑匪周旬 但女人因为多年照顾儿子早就退居二行 不想把精力放在案子上 但老崔希望她再考虑一下 真姐回忆起多年前的义气绑架案 当时没能救出被绑架的孩子 她一直忘不了家长怨恨的印象 真姐来到儿子房间 看着熟睡的儿子 最后决定接下这个任务 绑匪打来电话时 真姐模仿的声音和情绪都毫无破绽 拖延了时间 他们成功锁定了绑匪的位置 老崔带着手下迅速赶到 却没找到绑匪留下的任何痕迹 第二天傅豪按照绑匪的要求 驱车前往指定的地点 然后下车离开 就在这时 一位穿灰色卫衣的男人 进入到警方的视线 带男人走进汽车 老崔一声令下 警察将男人团团包围 带回警局进行审问 却发现男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偷 看见车门没关 想看看车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案件再一次陷入胶着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真姐接到一通电话 是绑匪打来的 真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便和队长老崔警家 急忙赶回家 回家后看到被惊醒的母亲 和不见踪迹的儿子 真姐崩溃的大哭 冷静后的她告诉母亲 不要把儿子丢失的消息说出去 她要亲自找回儿子 然后便像没事人一样回到富豪家 这时富豪家收到一个快递 警察小心翼翼地打开快递 里面竟然包着一截小孩的手指 所有人的心都为之一颤 女孩的母亲看到后发疯地哭喊着 而这时的真姐却很平静 只有她自己知道 手指也可能是她儿子的 警察在富豪女儿房间收集指纹时 真姐偷偷把带有儿子指纹的折纸 混在其中 经过指纹比对后 发现手指并不是富豪女儿的 而是和房间里找到的 折纸上的指纹相吻 真姐强忍住伤心的泪水 此时劫匪再次打来电话 让女孩的妈妈独自一人 带着钱去赎人 真姐代替受害家属前去 可刚出发不久 真姐就接到劫匪打来的电话 让他甩开后面的车辆 开到他们指定的地点 不然就让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 愤恨的真姐只能照着绑匪的话 他快速向前方开去 利用大卡车车身甩开了后面的车辆 等老崔发现一场时已经找不到真姐 只剩下被扔在卡车里的定位器 真姐按照绑匪的要求来到一个仓库 当听到里面传来儿子的哭喊声 真姐疯了似的像仓库那样去 早已没有了警察的敏锐和细心 顺着声音的来源 看到的确不是惺惺念念的儿子 而是绑匪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 绑匪再次打来电话 让真姐把钱放下 然后离开 随后一个男人慢慢地走了出来 正当他打开钱箱时 真姐开着车冲了进来 原来他只是假装离开 男人被车撞倒 真姐用刀对准男人 逼问他儿子的下午 却没注意到后面有人 绑匪同伙把真姐打倒 接着要一棍子解决真姐的效应 却被出现的另一个女人制止 她竟是多年前 那个死去的孩子家长理解 当真姐再次醒来时 仓库里早已没有绑匪的综艺 却找到了富豪的女儿 女孩告诉她白天的时候 有一位小哥哥和她在一起 真姐知道那一定是她的儿子 但是为什么只留下富豪的孩子 要把她的儿子带走 真姐给队长老崔打去电话 告诉她位置把女孩接走 然后她乔装打扮要独自解救儿子 她知道不能错过最佳的救援时间 真姐找到女孩的母亲 B问她是不是知道绑匪是谁 从女人的嘴里得知 原来这是一群专门贩卖孩子器官的犯罪主听 女人的孩子三年前生病 做了器官移植 可做完手术后 才知道器官的来源是非法所得 医生威胁女人 想捣住女儿的命就做他们的帮手 眼看一个个可爱的孩子被他们摘出器官 女人不想再做帮凶 想结束他们之间的合作 任贩子这才绑架了她的女儿做妖协 女人给了真姐黑医生的信息 在偷听黑医生给任贩子打电话 又锁定了新目标 真姐真的是忍无可忍 对这伙犯罪组织恨之入骨 她想找到儿子的心更加迫切 真姐尾随黑医生来到公园 在这里见到了黑医生和绑匪见面 准备趁家长不注意把孩子拐走 与此同时 接到通知的警察也找到了真姐 绑匪头目李姐发现了情况不妙 通知手下分头离开 这时女手下发现了真姐 想一枪干掉她 却不想打死了旁边的警察 公园里乱作一团 女绑匪疯了室的到处开枪 很快枪里就没了子弹 为了让同伙顺利离开 她走出来吸引警察的注意力 就这样被警察击毙了 李姐与男绑匪开车离开 真姐也趁大家不注意跑了出来 随后她接到绑匪李姐的电话 约她去码头见面 说要把儿子还给她 而这边 无处发泄的男绑匪来到黑医生家 趁其不备 一棍子让黑医生领了盒饭 回去后知道真姐正在来的路上 男绑匪准备为同伙报仇 真姐没有任何武器 只能躲在树后 男绑匪一步步靠近 真姐趁其不被扑上去 两人一起滚下山坡 真姐撞在了树上 而男绑匪直接滚到了马路上 被突如其来的汽车直接撞死 这边 警察根据真姐给的线索 追踪到跨国犯罪组织 富豪妻子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夜幕降临 李姐准备跑路 迟迟等不到手下回来 却看到赶来救儿子的真姐 知道弟弟被她打死 早就因为多年前真姐没能救下孩子 而耿耿于怀 现在连弟弟也死了 早就心里变态的她 不想让真姐母子团聚 便对真姐叨叨致命 就在危急时刻 真姐摸到手枪 瞄准理解 一枪毙命 看着倒下去的女人 真姐来不及思考 到处找寻儿子的下方 终于在船舱内找到失踪50个小时的儿子 再抱住孩子的一瞬间 本片也到此结束